别人黑话都是毁灭世界 而我们的蜘蛛侠黑话 先是在大街上开启了尬舞模式 然后来到公司和老板秘书调起了情 老板看着他拍的蜘蛛侠照片 还想要以之前的报酬给他 但奥巴满辉尔一甩刘海 一向微微默默的他这次总算引起了一次 甚至还撬着二朗铜 坐在老板的位置上吃起了 老板直接人都傻 接着奥巴满辉尔有个小蓝妖狗 建立家服装 换了一身涮起西装 到了晚上 奥巴满辉尔约格温来到酒吧 酒吧里他遇到了前年有玛丽 于是他决定羞辱玛丽一番 玛丽刚上台准备唱歌 奥巴满辉尔就上去抢了他的风头 然后还和格温跳了一段肉 格温看出了他这么做只是想让玛丽难堪 便气愤地离开了这个渣男 事后保安想把他赶出去 奥巴满辉尔直接把保安在墙上想要揍他 玛丽跑过来拉架 却被奥巴满辉尔一巴掌抽翻 这使玛丽害怕地问他 托比恢复了一丝理智 发现是身上的黑丝战衣影影响了他的心智 他迅速离开 来到教堂的钟楼 想将身上的黑丝脱下来 可一旦被毒液扶身 哪有这么容易摆脱 无意间碰到一旁的大户 中生让毒液非常痛苦 而托比也趁机将身上的战衣撕承下来 然而这一切却被底下的艾迪看到 他本就被托比恨之入骨 为了让毒液将目标转移到他的身上 毒液瞬间把他包裹吞噬 新一代毒液就此诞生 不仅如此 杀人也复活了过来 黑化的艾迪找到他 要联手杀掉蜘蛛侠 他们抓住玛丽当作人质 杀人在底下阻拦警方救援 并公开叫嚣蜘蛛侠 托比拿出久违的红蓝战衣 可他一个人并不是他们的对手 唯一能帮上忙的只有哈利 但哈利的一半也因为他而被毁容 根本不愿意帮忙 直到管家出来告诉他 父亲的伤口是自己的滑翔意所造成 凶手并非蜘蛛侠 哈利心里直骂你 你倒是早点说啊 你看我都被打成啥B样了 蜘蛛侠身前往救援玛丽 却被毒液从后方偷袭 接着他将托比棍在猪网上 带着对托比的憎恨准备碰下杀手 这时玛丽丢下砖头砸中了毒液 托比趁机挣脱 两人在空中打了起来 但明显毒液烈样更强 这时满地的沙丝开始汇聚起来 行程为一个巨型沙雕 对着托比就是一顿猛吹 托比灵火走位用蛛丝封住了他的眼睛 却又被毒液偷袭捆在了铁夹上 杀人举起拳头一拳一拳地吹在他的胸口上 就在托比命悬一线时 这时一个小东西飞到了杀人身上 炸弹轰然爆炸 哈利踩着滑板顶飞毒液 救下了托比 接着两人默契配合 托比一脚将毒液踹飞 哈利利用高温火焰将杀人的手臂烧成了玻璃 再借一脚打碎 两人成功救下了马力 在哈利的两发导弹轰炸下 杀人的身体被彻底轰成沙子 此时毒液再次偷袭了托比 然后又将它捆了起来 上来就是一闷棍 这时哈利及时支援 没两下就被毒液抢走滑板 哈利摔倒是撞到肛管发出了造型 这声音让毒液痛苦不弹 回想起在钟楼的那晚 原来他的弱点是深度 此时毒液准备给托比最后一击 哈利见状飞身挡在了他的面前 托比见到哈利受伤 拼命振脱了束缚 捡起地上的钢管 他找到了战胜毒液的案 利用地上的钢管将毒液围住 并敲起钢管制造造造音 然后趁机将艾迪拉了出来 没有宿主的毒液却变得更加庞大 一钢管下去 然后朝毒液扔了一颗炸弹 艾迪想要飞身扑救 最终一桶化为灰烬 杀人出现在他身前 向他解释了他并非有意杀害叔叔 他原本只是想截车 同伴跑过来撞到他导致强走火 他不停地忏悔 跟托比说了身对不起 然后化作沙子离开了这里 而哈利伤势郭仲已经无力回天 托比蜘蛛侠三部曲全部结束 英雄无归中多元宇宙被打开 以后可能还会出演蜘蛛侠的作品 毕竟漫威是很懂情怀的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